过境的背后 到底藏了多重要的线索 卖药的人 怎么可能一直待在用药的酒店里 是要给你们抓 每个知道冰毒最高机密的人 为什么都难逃一死 所以回来台湾的 可能是他爸爸 也有可能是他哥哥 颜文斌的爸爸和哥哥 到底拥有什么神秘身份和背景 他们又会采用什么手段来复仇 周五晚上看完龙飞凤舞 请看 联征英雄之 再说一次爱我 永远不回头